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Ubisoft游戏有史以来的最大地图 全新的开放世界设计和多元人物设计 带领玩家请领南美洲波利维亚 挖解贩图集团圣塔布兰卡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研究过 全球每年毒品贸易总值估计达到5000亿美元 是全球汽车工业的两倍 运占全世界所有经济生产种植的5% 全世界的毒品来自三大产区 第一是缅甸 辽国 泰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 其次是阿富汗 伊朗 巴基斯坦边境的金星月地区 以及位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和波利维亚的百三角地区 这三个地区生产的毒品 占全球毒品90%以上 Netflix在2015年推出了一套受欢迎的犯罪剧影集《毒销》 并以真实人物Pablo Escobar为蓝本来制作 描绘它如何以为毒销成为世界排名前十大的首富 它的贩毒集团控制整个美国的市场 干涉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甚至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 毒品 金钱和武力 此三者乃是息息相关 缺一不可的要素 毒品可以赚取金钱 金钱可以雇佣军队 而武力可以维持你的地盘和毒品生产 所以全球毒品的生产地点 均在那些地理位置偏僻 人民贫穷且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低落 长期遭受内外军事力量干涉的地区 火鲜猎杀 野镜 正诉诸这样的背景故事 本游戏把舞台设置在南美洲的波利维亚 这个国家的名字来自于 向南美洲最伟大的解放英雄 Simon Bolivar 致敬 为了反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 Bolivar 一生领导革命 不过波利维亚从1825年独立以后 迄今一直困于政治与军事独裁统治之中 更是整个拉丁美洲中最贫穷落后的国家 天部国内大小林立山头的武装地方军阀 和毒品地盘交易的武力冲突 更是这个国家 难以布上正常性常规发展的隐忧之一 这些散布于境内各地的毒贩 军火伤和佣兵部队 正是我们的主要对手 在本游戏 玩家可以使用超过60种以上的载具 可以选择光明震荷的毒货 也可以逆踪隐藏在黑暗之中渗透 你也可以利用犯罪集团之间的矛盾 制造彼此的火拼 搭配各种最新科技的设备结晶 让你毫发无伤获取战果 在这环绕着安地斯宏伟山脉的遥远国度 南漫球的拉丁大地 击破一个个毒枭的据点 讨伐巨大的犯罪组织吧 和其他Ubisoft的游戏一样 火线猎杀也进 也考究了一些波利维亚的经典地理特色和古迹 例如号称死亡公路的全世界最危险山道 永迦斯之路 在本游戏中完整重现 不仅极度危险 更是从阿尔蒂普拉诺高原 转变为石热雨林的宏伟之路 另外号称天空之境的无油泥眼罩 更是美得令人难忘 这个世界上一些难以致敬的美丽照片 就是在这里拍摄出来的 火线猎杀也进 Ubisoft游戏中最大规模地图 四人协力合作 一或一人独自行动 探索广大的波利维亚开放世界 自由选择你的游戏历程 就让游戏带我们去这里吧 广大的安利斯山脉正在呼唤着你 在这野境中解放你的欲望和野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